我假设你在之前的课程中 已经把一个想法变成了一个数据科学项目 你已经知道你需要一个训练级 你需要分持出一个验证级 你需要分持出一个测试级 你需要训练一个模型 你需要评估模型 并且可能需要在全部数据上重新训练模型 这样你就有了一个科医部署的东西 这是创建项目的基本步骤 还有一堆其他的事情需要做 你必须考虑偏见和伦理 以及不输这个东西是否合法 我不打算谈论那个 我要具体谈的是自然语言处理领域 就是现在 今天 在设计应用程序时 你需要考虑那些设计原则 我的孩子们确实有时间来判断 这是否是合适的表情报 当我准备这次讲座事 我联系了几个人 问到你认为这是设计原则 应该是什么的公平表述吗 我这样讨论就有个设计原则 应该上的有趣的是 它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我会尽量给出双方的论点 但亲主义我非常有偏见 我发现大多数人 对这些设计原则中的 大多数是同意的 当人们不同意时 他们会说 这完全错了 同时 坊间里的其他人会说 是的 这完全正确 一个原则 是老鸡酷涩的教训 进行设计 Richard Sutton 写了一篇非常非常短的小文章 甚至不够发表在期刊上 而在那篇文章中 他说我们必须学到 一个痛苦的教训 我们从20世纪50年代起 就一直在尝试做人工智能 让我来讲一个 简短有趣的故事 最早的人工智能 研究者之一曾 把计算机视觉 作为一个本科生的数起项目 这相当于一个计算机 把前850亿项目的要求是 你能弄明白 如何让计算机视觉工作 是计算机能够看到 并与周围的世界互动吗 那是一个 他们必须适用 甚至没有 CD的相机的时代 在过去的七十年里 我们发现 如果你非常认真的 思考你的问题 并尝试找到七基本原理 而你的邻居只是增加 计算能力 你的邻居回音 第一个例子 是与隐识别 我们将仔细分解这些声音 常是吵到那些识音 所以那些是原因 我们将通过 模拟人类喉咙 来进行语音声称 小点是 在2022年 当Whisper模型文试诗 他们是从哪里来的 人们只是对大量难以转律的 证人语音 进行大规模 深度学习模型训练 也就是大部分的YouTube IQ 因此这就是Whisper 可以轻松听懂 中文并传 录音语的原因 因为所有这些带有 英文转律的中文视频 同样的原因 它可以翻译 发语 德语 荷兰语 等等 国际香气 早期的电脑 国际香气游戏 都是图计算 一个位置的价值 最后发生了什么事 只是蛮例 我们似乎可以 任意扩展的东西 是搜索和机器学习 这个严酷的教训 基本上就是 用更多的数据 用更多的计算 我们正处在一个 跟你可以这样做的事来 所以去做吧 而理查的撒顿 接着说 总是有人想把知识 罐输到做这种 人工智能的代理中 这在短期内 总是有帮助的 而且这很令人满意 因为你会觉得自己 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 因为你盖进了模型 你做了一些特征工程 但最终 它实际上阻碍了 进一步的发展 我们发现 其他不是图 让自己的代理更聪明 而是指依靠 慢力和更多的计算 能力的人 往往会领先 这就是所谓的 痛苦教训 额外的能力 或更多的思考智能体 需要做什么 并将自己的智慧 投入其中 痛苦的教训 使他无机于事 他在长期内无机于事 只在短期内管用 我像观的表情报图片 我没有说不知道 左边人物的名字 左边的角色正在说出我们认为 通过图灵测试所必须和重要的事情 他们需要 预意基础 你不能像 1960年代的 Eliza那样 仅仅依赖模式匹配 他需要 有意图的基础 并且需要有框架等等 他还谈到了许多 我们认为需要的其他东西 在右边有另一个人说 我只要再卖几块大GPU 看看会发生什么 我们已经看到这个过程 在过去的12个月里 非常迅速的展开 如果我把始终播 回到2023年3月 我想GPT3.5仍然是最先进的 GPT是好像是3月底猜出来的 我们遇到最大上下温暖 都是4000就是6个标记 我们需要额外的很多功能 来尝试理解GPT35的输出 所以我们有像LangChain 这样很棒的平台 来处理LLM的输出 并尝试检查它是否正确 并检查它是否属于不同的类 所有这些技术 都在一年内果实了 因为现在我们进行 函数调用 我们进行代理行为 我们使用GPT 这次的许多事情 变得无关禁摇 自那以后 我们学到了很多技巧 这是去年的事 Sundermus Minimal Mark 这解决你在使用大型预言模型 是遇到的一些限制 当你真正解决这些问题是 下一代大型预言模型 已经是整个工作变得过时了 这就是痛苦的教训 在我要讲的纠葛原则中 这个是最有正义的 我们来看看 理查的沙顿用过的所有例子 比如语音识别 国际乡器 围器 翻译等等 他们实际上需要在搜索 和学习方式上去的重大进展 GPT模型成功的原因 是因为我们有了一种 新的机器学习方法 即Transformers Transformers就像能够对字典插着 进行求道 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 那么许多以前不可能的程序 现在都变得可能了 我们加快勾的进度归功于 并行搜索的速度非常快 另一个人们提出的反对一件事 两三年后 我现在的工作将完全过时 这很不错 这实际上非常令人沮丧和痛苦 但我今天仍然需要不熟一些东西 我知道我不应该太努力 但我今天必须调整这个模型 我必须在其中添加 额外的信息时期更智能 因为我今天必须得到报酬 不能做事不管 什么都不做 等待三年 我必须现在就采取行动 利用我今天拥有的计算能力和数据 我是